大家好 我是三年二班的夏阿貞 也是今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青少年評審團的團員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從4月30號到5月9號 4月7號掏票開賣 4月14號單場票在全台iPhone開賣 一場找一百塊喔 對紀錄片有興趣的你 GOGO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是一個雙年展 然後成立於1998年 去年是第十二屆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延到今年的4月跟5月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對紀錄片的定義就是 所有的作者們覺得他自己拍的電影是紀錄片 他就可以投 然後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總共有分 像是華人紀錄片、國際競賽、亞洲競賽跟台灣競賽 還有青少年評審團獎這樣子的獎項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青少年評審團成立於2014年 然後因為是雙年展所以今年是第四屆 然後我是第四屆的成員 青少年評審團是由一群高中職學生所組成的 然後每年都會開一個招募期 然後我們會在寒假進行培訓 然後我們這一屆是在暑假的時候進行評選 選片過程大概就是把大家都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然後讓大家不停的看片討論 看片討論看片討論 就發現原來這樣評審這麼的不容易 所以金馬獎的評審們就是辛苦你們了 真的看了非常非常多的片子 然後又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看出來 而且每一部你都不能隨便看 你都要認真的去看然後認真的去思考 導演想要傳達的東西 這部片裡面用的手法 然後去跟別人討論 然後帶著你自己的心得 類似這樣子的感覺 在共識決出一個最好的 大家一起喜歡的某一部紀錄片 作為該年的青少年評審團獎 然後通常這個獎項選出來的片子呢 都會在各大校園巡迴 然後給高中生們不一樣的視野 或是甚至是國中小也有可能這樣 讓我來推薦幾部 今年我們有看到的片子 很讚的片子給大家 第一部我想講的是 秘密的滋味 秘密的滋味呢 它是一部關於柬埔寨的歷史 然後導演自己的媽媽 是有經歷過柬埔寨的赤檢時期 他主要是就是跟 共產黨還有解放軍有關係的 那樣子的一段時期 當然他也是跟就是非常多的戰爭啊 政治關係啊有關的 然後導演跟他弟弟 非常想要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不停的去追問他們的母親 但是他們的母親 彷彿不想想起這件事情 非常想要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或者是已經是非常久遠的事情了這樣 然後這就是一個 導演的追根究底和母親的抗拒 還有這之間發生的 跟家庭有關的故事 還有跟歷史有關的故事 如果對柬埔寨或是東南亞歷史 有興趣的觀眾們可以去看唷 有興趣的觀眾們可以去看唷 第二部是銀河有多大 他是在講西伯利亞冰原上面的游牧民族 這部片主要描述的是一個家庭 然後西伯利亞冰原上面的孩子們 大概在七歲的時候會有俄羅斯的官方派老師去教導他們 然後他是在描述那樣子的生活環境下面的小男孩 對世界產生的好奇 還有他們的生活環境是怎麼樣的 我個人覺得這部片有點像在講 少數民族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我們平常其實並不會真的知道他們是怎麼生活的 他們現在是真的還在游牧嗎 他們真的還在打獵嗎 那他們在做什麼呢 他們怎麼吃飯怎麼睡覺呢 這其實都蠻有趣的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找來看 我們選到的片有一部是在講一個 算是受爆的少女的日記 但是他是找不同的演員去念那本日記 然後去詮釋 我覺得他很特別的是就是 原來這樣子也是紀錄片 但是他確實真實的呈現了 那個受爆少女的心情 然後也呈現了甚至很多演員會在念完之後 表達自己可能有類似的經驗 或者是能夠對這種事情發表的看法 還有他的想法心情之類的 他同時記錄了兩邊的不一樣的心情跟觀點 然後很神奇的他沒有記錄現場發生的某一個特定事件 比如說強暴少女的日記 他也沒有真的拍到那個少女啊 但是像是演員們的過去 他也沒有真的拍到演員們的過去 或者是他們的照片啊什麼的 可是就很神奇的 他確實是在記錄著一些什麼 我覺得他很特別然後也 我也蠻喜歡這種表現方式的 很讓人意想不到 最後一部是呼叫外星人朋友 他是一部菲律賓的導演拍的作品 然後我個人非常喜歡這部作品 裡面一開始從語言的部分去拆解 放了各種不同的語言 然後念了各種不同的單字 有些我們可能懂有些我們可能不懂 可是他有一點像在探究語言的本質 他是一部很破碎的紀錄片 可是導演自己認定這部片是紀錄片 然後他也確實紀錄了一些關於他的生活日常 我覺得他是一部很不傳統紀錄片的紀錄片 如果你對紀錄片有某一種固定想像 想說他是不是很無聊 他是不是就長那樣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去看看這部片 你會對紀錄片這三個字有大有改觀 我覺得影展就是當大家集中在某一個地方 然後那邊一直在放某一些 就是特定系列的片子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去那邊 有一部分是在尋找你自己 一部分是在尋找相同的同好 就比如說你看了某一部簡介 然後對這部片非常感興趣 然後你到現場也覺得很喜歡 那你就會知道就是現場的人都跟你 或許都跟你有相同的感受 而且影展很多片他都是 只在影展出現 然後之後可能也不會上院線 你可能也在網路上也找不到 就是限定期間播映 限定版的就是特別吸引人嗎你知道的 我覺得對高中山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拓展新的視野的可能性 只要大家願意放寬心去接受 平常看的不是好萊塢片 也不是美國片的東西 你就會收穫非常多 因為其實紀錄片 我覺得呈現的方式跟商業片比起來 就是會有很多不同 然後他們會有很多的挑戰性 因為他們比較不怕賣不好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一點點感興趣 或是聽完我的介紹 有任何一點點覺得 至少想要看個一部的話 就拜託你踏進戲院吧 你一定會收穫良多的 多看幾部 如果聽完以上介紹 對TIDF有興趣的同學們呢 4月7號套票開賣 票價是10張500 4月14號的時候 單場票開賣 可以在全台的iPhone都買得到 一場是100塊 台北的星光影城 跟光點華山電影院 都可以看 行動的大家 不如行動 會不會